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看看现在的新车 主打的是年轻化的风格 怎么说都觉得跟以前的反差太大了 从大气到轻浮 这样的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 也是很多消费者不怎么喜欢的 要知道 在现在这个时代 年轻消费者对于汽车外观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追剧 个性化 没有辨识度的车子肯定不是他们的菜 虽然这车有海外吧 但不引进国内跟没有是一样的概念 换句话说 这车除了1.5T发动机之外 没有选择 就算这车的发动机比较牛 可看看同级别的车子 哪一款不是多款发动机任你选呢 所以说 上市之前的雅力 承受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毕竟消费者的评论 可是能决定一款新车销售前奏的 各种负面评论蜂拥而至 新车想要打出知名度还是有点困难的 的确 刚上市第一个月 这车的销量确实很不好 尤其是想到这车早已逐渐成熟的知名度和群众口碑 再对比一下销量数据 落差也是非常大的 不过 后来的销售量又颠覆了消费者的想象 也就两个月之后吧 好像大家对于之前的各种言论都没什么印象了 因为它六月份的销量达到了一万多 虽然跟其他同级别的车子相比 可能销量方面的表现还不是很突出 但对比一下之前的销售惨状 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了 这也应该是新车开始走上正道的前奏吧 除了销量变化 这车的购买主力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最突出的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多 证明这车开始向年轻化蜕变 不过 看看这车的整体造型 和各方面的配置也不难发现 它确实是为年轻群体而生的 你能做到美国的车子 但是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多了